上車流大的十字路口 不少車輛都已經快要紅燈了 卻還是卡在馬路中央 就是因為黃燈時想通過 卻沒有發現會過不去 不僅會造成塞車 更可能會引發事故 日前一名小黃問獎 黃燈時在路口左轉 對象叫車同樣加速通過 兩車擦撞失控衝上路邊 當時還有行人在講電話 也被波及受傷 桃園中立一名騎士 看見黃燈開始減速 但後車卻沒打算停下 還加速要過馬路 兩輛機車就在路口相撞 警方表示黃燈時駕駛仍有路權 通過沒違規 但每個路口黃燈時間不同 來不及決定該不該過 恐怕就先發生車禍 交通處指出黃燈的秒數 會因為道路速限而增減 限速50公里以下的路口 時間3秒 51到60公里4秒鐘 61公里以上 則是最長的5秒鐘 以台北市中校東路 既用路口來說 不少駕駛綠燈排隊等待左轉 但對象也有車要轉 黃燈後全堵在路中 民眾坦言 黃燈時實在很難判斷該不該過 我怕一衝出去被人家轉 為了搶快 對 所以基本上好像 我自己會偏小心一點 從馬庫米亞看 後面的車子已經很快衝過來了 那有可能那時候就要趕快 快速通過 看前面OK可以快速通過 不然你會被後面的車子追撞 就算看到黃燈想停下夜的同時 注意後方的車輛 以免一人想衝一人想停 導致類似的意外重複上演 TV新聞張家寶在馬 台北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訊息